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伟 试运赛的喷漆你还没有放弃啊 哎呦 醒醒吧 世界都已经继续前进了 只有你一个人还停留在那一天 这个人绝对有问题 张伟 谁啊 我查过他的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以及资历 全都是假的 说不定连名字也不叫张伟 你说像这样的一个人 他混进试运赛 想干嘛 我更肯定的是 在校旗上面动手的人 就是他 不错不错 越来越有侦探的样子了 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假的 你上哪儿找他呀 说不定啊 这个照片是假的 哎呀 你还是赶紧放弃吧 这都过了三个多月了 新闻也变成旧闻了 现在根本没有人 关心试运赛上这个恶作剧了 拿着 跟我采访去 走 好 程程 我弄到的一个视频 你肯定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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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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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尾了 这视频你是从哪儿弄到我的 这是我辗转拜托一个朋友 从体育馆那儿弄来的监视视频 怎么样 假设连城吧 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谢谢桂林 帮了我个大忙了 请你吃饭 谢一会儿吧 累了就喝 补生能量 谢谢 恢复得不错嘛 别人花了一年都完成不了的复健 你可以这么快就重新拿起健 让医师跌破眼镜 不加把劲 怎么和你一起拿情侣金牌啊 我得赶紧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这样就能够回学校 和你们一起参加训练了 有上进心是好事 但是你千万不要太勉强自己 你每天训练量那么大 别忘了 你才刚恢复没多久 别受伤了 知道了 学校那边怎么样了 已经三个多月了 训练还是死气沉沉的 男民跟石硕每天都绷着脸 教练每天都骂人 看来子风的消失 对大家的打击太大了 如果 如果大家的意志继续消沉下去 那我们想要争取亚洲一二三 基建锦标赛的席位 岂不是更难了 这个家伙 在队伍里的时候 爱惹麻烦 离开队伍的时候 还是会给人这个麻烦 在队伍里的时候 欢迎分开队伍 咱们的生日快乐 祝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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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那 那个 这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大的是我的 这个小的是你的 剩下的这只手是我的 这样就不会冷了 啦啦啦 紫辰 紫辰 你 你怎么哭了 是我做得不好 还是蛋糕你不喜欢 都不是 我是太开心了 幸好有你 幸好有你在我身边 紫辰 以后只要你需要我 我就会在你身边 保护你 照顾你 好好爱你 吹吹蜡蛛啦 快来 来 来 坐下来 吹 许愿先许愿 然后吹蜡蛛 许愿吧 来 我希望我哥可以快点回来 我希望我以后可以不要一个人过生日了 吹蜡蛛 来 一二三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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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哥 又坏了 嗯 你说咱能不能换一台啊 这一用它就咔吱咔吱咔吱的 那你赶紧帮我看一下 快点 你耐心点 我接着用呢 我已经请好维修师傅了 等会儿 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我这接着用啊 你别着急嘛 听说这里有人要修复印机啊 对对对 来 师傅过来 师傅 这里这里这里 你终于来了 你赶紧帮我看看这破机子 每次一往它就卡吱卡吱卡吱的 简直就跟肚子疼又便秘一样 一个大姑娘 你别便秘的多难听啊 还有 试运赛不是让你放弃别追了吗 已经没什么新闻热点了 这是什么呀 我都跟你说了 这张伟肯定有问题 我敢肯定的是 他一定就是在笑情上喷气的凶手 这件事情啊 要是深挖下去 一定是轰动全市的大新闻 好了好了 对了 上周末的中超联赛的稿子 赶好了没有 我现在心思全破在这件事情上了 哪有时间管那些 不行 今天晚上必须把这个稿子赶好 明白吗 明天要上 师傅 修好了吗 修好了 看一下吧 好 谢谢啊 谢谢师傅 死亡华尔兹 再线曙光队 张海音誓言毒金 张海音 谁啊 我一定会要死亡霸尔寸 在游二三的几雕塞上 赢回属于是无王队的剑队 不管是什么之类 还是其他的队 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我一定会用死亡霸尔寸 在游二三的几雕塞上 赢回属于曙光队的金牌 不管对手是某之队 还是其他的队 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和海音接触一段时间下来 这孩子怎么样 跟你想象的一样 他不像了师兄 比较起来 倒是那个龙子峰比较像 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放弃海音 这是你师兄想要的结果吗 我们就是太执着了 小炎让我们放下来 可我们依然是放不下手啊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的执着 不会让那个张海音学会死亡花儿子 陈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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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峰 子峰 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 杨海音到底是谁 她为什么要在镇宇学院的校棋上喷漆啊 是她 我早就应该考虑到的 在这个时间点上 也只有她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 她到底什么来历 跟我爸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她本名叫张海音 论关系 她还是你的表亲 表亲 恐怕你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吧 你爸爸跟你说过 关于你妈妈的事情吗 我爸只跟我说过 我妈生下我跟子晨之后就过世了 你母亲善会 是曙光基建队的成员 二十多年前跟你的父亲相识之后 为了追随你的父亲 他放弃了曙光队的身份 秘密来到中国梦之队 可是却在生下你和子晨之后 去世了 你父亲他为了治疗紫辰的心脏病 不得不答应你外公的条件 加入曙光队 当年你父亲是我们的大师兄 在我们这拨人里面 他是最有潜力拿下世界冠军的人 他只是后发先制 判断清楚对手的意图之后 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后发之人 爸您真厉害 我之前看了那么久 在看清楚的视频 你一只眼睛看得比我两只眼睛都清楚 我要是不厉害 怎么能生出你这么好的眼神啊 原来我爸这么厉害 我喜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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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